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十七號飛抵南韓 北韓隨即在十八號上午 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 發射三枚彈道飛彈 布林肯與南韓外長會晤時 雙方譴責北韓射彈行徑 並強調會與南韓保持緊密合作 反對北韓單方面嘗試改變現狀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才剛抵達南韓準備參加週三展開的民主峰會 北韓十八號上午就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 發射三枚短程彈道飛彈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對此表示譴責 稱射彈行為絕不能接受 南韓外長趙對列在和布林肯會晤時 雙方一致譴責北韓射彈行徑 在出席民主峰會前 南韓總統尹錫悅也會見布林肯 尹錫悅強調韓美同盟作為價值同盟 更有力地分享自由民主主義信念 同一時間中國外長王毅也出訪紐西蘭 先後與紐西蘭外長與總理會談 紐西蘭外交部會後發聲明指出 紐西蘭與中國在一個安全繁榮的印太區域 享有共同利益 並對南海及台灣海峽緊張局勢加劇 表達擔憂 紐西蘭總理盧克森則強調中國是紐西蘭最大貿易夥伴 紐西蘭是美國等五國組成的情報共享聯盟 五眼聯盟中的議員 紐西蘭一直以來被視為對中國態度較溫和 但近年來紐西蘭已多次對中國 讓紐方感到憂慮的行動發表意見 公視新聞政委任編譯